2011 秋天最深的激动 记得我们有约 而宋楚瑜要一补2012总统大选十多年来 历经高峰低潮全胜时期 但是近年来是声势逐渐下滑 子弟兵也是一一求去 唯独副主席张昭雄一路走来是始终相挺 就算曾对宋楚瑜投入2012保持反对意见 但是当宋楚瑜心意已决 张昭雄是依然选择立挺不离不弃 始终是宋楚瑜最忠实的老战友 2000年创党韦牙同庆 清党这一家从仁丁兴旺到年历苦撑 现在面临存亡一战 宋楚瑜要立拼总统梦 宣布参选记者会上 却是他最激动 一张原鼠书 原鼠书是几代情 这是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 鼠脚水龙头没开 反倒是来背书的张昭雄哽咽起来 其实这次宋楚瑜投入2012 张昭雄曾经劝他放弃 一口气不值得赔上政治生命 但当宋楚瑜下定决心 张昭雄还是站出来立挺老战友的梦想 因为从12年前接受副手邀约那天起 张昭雄就知道宋楚瑜值得两肋插刀 宋贤据说在车上去接他的时候 还跟他讲了一句话说 他说张校长你不要客气 如果现在要后悔还来得及 我自己今天早上才好奇 想了解张校长 您是哪一个党的 有没有参加任何政党 我说无党是一样的 是一个很急性的 苦难裸子 第二个 他很多的事情 他看得比较广 比较的远 第二个 他执行能力是很强 很多人好奇没有政治背景 从医大半辈子的张昭雄 怎么会和宋楚瑜凑在一块 其实宋生长时代 就和在长庚医院任职的张昭雄 因为合作解决原住民除击问题 互相欣赏 种下两人合作契机 想到说 这以后可能就 没有机会再替病患服务的话 那当然是感觉还是有一点难舍 我蛮独立的 就蛮自我的 他做他的事 我做我的事 只是我们俩都知道说 相处的时间不多 所以大家都会珍惜 职业三十年 张昭雄开过一万多颗心脏 为了宋楚瑜 他脱下热爱的衣尸白袍 捐出仁安路上岳父送的房子 当竞选办公室 夫人李芳辉说过 陈万水把宋楚瑜捐给国家 他把张昭雄捐给了宋楚瑜 政治文盲从零开始学习拼选举 奈何天不从人愿 2000年总统大选 宋张佩洛马 清明党政治能量日益降低 当宋楚瑜身边的追随者一一散去 唯独张昭雄还站在同个位置 不离不弃 最忠实的身影 只有头发更斑白 我比较喜欢熊 张昭雄之外 现在怎么样 是林瑞熊 腹水换人 此熊非彼熊 宋楚瑜看似开玩笑 却有最深的感谢 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还是有熊 情义相挺 党工透露 宋楚瑜跑行程 幕僚送上杯水 他总会提醒 也给校长一杯 张昭雄的人生 没有政治羁绊 应该更加自由自在 但凭借追随的初衷 甘愿献出十二年光阴 靠去宋楚瑜 最爱挂嘴边的 有情有义 张昭雄也算彻底实践了